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 今天呢,我弟过来吃饭 吃完饭,然后他又要去腾县 所以说,今天呢,是他生日 大家过来跟我爸一起吃过饭 所以说,就蒸一条鱼 就是绵绵有鱼嘛,对不对 是他生日快乐,然后也没什么饭 就包个汤,还有炒一点鸡肉 再蒸一条鱼就行了 现在我们来洗一下这条鱼 这个鱼是叫鲮鱼 我觉得比那个罗飞鱼要好吃的 这个很少吃 以前呢,经常如果弄来蒸的话 都是弄那个罗飞鱼的 现在换一下口味,换这个鲮鱼 其实还有一条什么鱼,那个叫鲁鱼啊 也是蒸的话也是蛮好吃的 拿个盘来穿 这条鱼有点大的 这个锅太小了,放不进去 得把这个鱼尾给剁掉 这个放在这里,原家还以为是猪肉 好,像那些网友评论说 看起来像个猪肉掉在那里 这样应该可以 可以放进去 OK,可以 放点盐,腌一下 等一下再放一点浆浆 炒了个鸡肉 每次炒鸡肉好像都是会焦的 不敢给你们看 炒了清炒了 我们再蒸那个鱼 现在呢,蒸这条鱼就可以了 炒了清炒 蒸完鱼就可以开放了 这个汤呢,等下记得要放甜 行了,这个汤可以直接端出去 端出去 端出去,等这条鱼蒸的差不多就可以开放了 很烫的这个东西 现在呢,这个菜全部都煮完了 我还要洗一下这些盘 然后就可以开放了 我们可以出去看一下 他们已经在外面开放了 去看一下有什么烫 开放了 你在捡什么 捡,捡气球啊 你把你的气球还有你的玩具收拾好 然后去吃饭 听了没有 嗯 去吃饭 去跟叔叔吃饭 去跟叔叔吃饭 去 快点去 听了没有 去跟叔叔吃饭 去 等一下爸爸帮你捡 不好的 那你不吃了 你不吃了 是不是不吃了 那行吧 你不吃了 你不吃爸爸去吃了 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因为现在已经开放了 大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有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你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